加州假释委员会8月27日建议 立即对刺杀罗伯特·肯尼迪的凶手西尔汉予以假释 现年77岁的他已经被关在监狱里超过50年 不过这一建议并不意味着西尔汉可以马上重获自由 他的命运将由加州州长纽森决定 后者可以批准或者否决假释 纽森的发言人拒绝透露他是否会批准 只是说会审视相关建议 这是西尔汉第16次获得假释机会 但是不同的是这一次没有检方代表出现 主张应该继续关押 另外在这次听证会上 假释还得到了肯尼迪家人的支持 他的儿子道格拉斯·肯尼迪表示 如果委员会认为西尔汉不再构成威胁 那么他敦促将其释放 在这次的假释听证上 西尔汉称自己对刺杀过程本身几乎没有记忆了 但是承认自己把枪带进了事发酒店 并且开枪射击 1968年6月5日午夜刚过 罗伯特·肯尼迪正在洛杉矶的大使酒店发表圣选演说 那时他是纽约州国会参议员 刚刚在总统大选民主党初选中拿下了加州 而就在他走过酒店的储藏室时 西尔汉扣动了扳机 罗伯特·肯尼迪在第二天去世 这时距离他的哥哥约翰·肯尼迪 在总统任上遇刺还不到5年 西尔汉是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 他1989年在狱中接受电视采访时表示 他因为罗伯特·肯尼迪在竞选中 主张向以色列派遣军机 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 于是刺杀了他 人们对有关肯尼迪家族的各种传闻津津乐道 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背后主使另有其人的阴谋论 也一直有人传播